视线再转向美国我们来看 画面上的这位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小姑娘 是不是很可爱呢 她可不一般 她就是今年刚刚满五岁的中美混血童星 凯拉百汉 虽然外形酷似秀兰邓波尔 但是她身上却有着一半的中国血统 前不久 2015年第二届中美国际电视节 在洛杉矶盛大举行 小凯拉受邀作为开场嘉宾 在开幕式上演唱了美国新条旗国歌 小姑娘很可爱 俏皮的模样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您可能会问了 那小姑娘会唱中文歌吗 你别看她年龄小 她还真的会 2014年在美国国际青少年比赛开幕式上 年仅四岁的小凯拉 就以清脆稚嫩的天籁童声 演唱了中文歌曲《歌唱祖国》 我们来听两句 不仅在大赛中摘得了五项个人大奖 小凯拉也因此一炮而红 成为了洛杉矶家喻户晓的小公星 据了解 凯拉的父亲是一名律师 母亲王小文 以前从事媒体工作 她说身在海外 特别希望女儿唱歌唱祖国这首歌 来抒发自己对祖籍国的感情